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区野和西地事件 司马光因为恩师旁极的极力保护 不但没有受到牵连 反而被升了官 面对恩师和同僚别官罢官的遭遇 把人品和官德看得比生命还重的司马光 无论如何都不能释怀 司马光三次上奏朝廷 说明区野和西地事件的真相 要求将自己治罪 共同承担责任 但都没有结果 这个时候的司马光想到了一个地方 他觉得只有去到那个地方 才能释放自己心中的快乐 于是他向皇帝提出了请求 北京大学赵东梅副教授 为您精彩讲述细致节目 司马光之两只麒麟 从1058年到1059年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里边 司马光打了三个请调报告 都是要求到国州去 在1058年夏天 他第一次给皇帝打请调报告 就是请求出任国州或者是国州临近州的支州 这个报告呢 皇帝没有批 过了半年之后呢 司马光又打一个报告 说请您放我到国州去吧 如果不去国州的话呢 你在开封城里头给我一个更闲散的位置 因为这时候他听说国州支州那个位子空出来了 他想去 可是这一次呢 皇帝又没有允许 那么过了没多久之后 司马光又打了第三个报告 还是要求去国州 要么就去国州临近的地方 国州真的有这么好吗 国州这个地方呢 就在现在的河南领保 那肯定是个好地方 但是呢 这个地方也没有那么好 在宋朝 国州这个地方属于一个比较小的州 不是那么重要的州 所以国州的支州 在宋朝的支州的序列当中 排位其实是不是靠前的 是靠后的 那为什么司马光非要心心念念的 要去国州 要去做国州的支州呢 关于请调国州的原因 司马光在打给皇帝和朝廷的报告里边 是这样说的 他说呀 国州呢 靠近他的老家陕州 陕州就是现在的山西下县 而在陕州下县的土地上呢 埋葬着他宿水司马市的列祖列宗 从第一个埋到那儿的 近的征东将军司马阳开始 司马市家族世世代代代都埋葬在那里 那么到现在呢 还有一大群司马市的宗卿 生活在陕州下县那个地方 国州这个地方靠近陕州 所以司马光提出来 他要到国州去 到国州去有什么好处呢 到国州去 他就离陕州近了 他可以就近照顾祖宗的坟墓 照顾故乡的亲人 像这样的家国公司两变的差事 在宋朝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叫做家变差遣 家就是家庭的家 变呢就是方便的变 差遣的意思呢就是职位 家变差遣 在宋朝官员申请家变差遣 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 司马光申请家变差遣 我们乍一听呢 确实是很有道理的 首先呢 尽管司马光 他自幼就跟他父亲司马池 游换四方 我们知道司马光不是在陕州出生的 他出生在光州 就是现在的河南光山县这个地方 而且他自从出生之后 一直就跟着他父亲东奔西跑 到处搬家 去了没数的地方 司马光可以说 一直都是生活在别处 但是呢 陕州下县毫无疑问 那是他的根 那是他在心灵上的一个故乡 而且他父母去世之后 都已经埋葬在陕州下县宿水乡 所以陕州 对司马光来讲是老家 而国州那个地方 确实离陕州近 这是一个司马光可以申请家变的 听起来很有道理的一个理由 除此之外呢 司马光申请家变差遣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他离开老家 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在1044年的冬天 他为父母守校五年期满 离开了陕州老家 出来工作 那么到这个时候 到1058年的时候 他已经在外边工作了 整整14年了 在这14年中间 他只是在1050年的时候 曾经请假回老家 给父母扫过一次木 而那个时候 从1050年到1058年 已经8年了 就14年 没有在老家附近工作过 而有8年的时间 他已经没有回过老家了 所以他想家 他想要回到老家去 这个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理解 照道理说 司马光申请家变差遣 是说得过去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司马光 申请家变差遣 跟其他申请家变差遣的 官员的理由 比一比的话 那我们就会觉得 司马光的理由 其实真的不过瘾 别人申请家变差遣 往往是什么样的事情呢 比如说父母年老 需要照顾 这是必须要回去 要离得近的 还有一种呢 是父母去世了 要埋葬 迎葬 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情 要安葬父母 那个是一个非常过硬的 申请家变的理由 但是司马光显然没有 这么过硬的理由 他父母早已去世 早已安葬了 而他唯一的哥哥 司马蛋呢 虽然年纪比他大很多 但是也还没有老到 需要照顾的地步 如果我们这样 仔细的推敲下去 仔细的审判起来 司马光申请国州 家变差遣的理由 显然不是简单的 家变那么简单 其中呢 一定还有其他的 他不方便说出来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原因按照我的分析 就是因为在司马光的人生词典里边 国州这个词就意味着处分 知国州就意味着被处分 这是司马光的私人的人生词典里边的解释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司马光的父亲司马驰 生前就做过国州的知州 那么司马驰知国州呢 就是在受到处分的情况底下才发生的一个事情 司马驰在知国州之前呢 原本是在杭州做知州 杭州知州的序位要比国州知州要高得多 司马驰在知杭州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不肯迎合当时官场的这种吃喝玩乐之风 迎来送往之风 就得罪了上司 得罪了同僚 最终呢 就有人陷害他 受到陷害之后 司马驰呢 也没有做进一步的申辩 就接受了这个处分 去知国州去了 而司马驰从杭州调到国州 司马光一直就是陪逝在他父亲的身边的 所以对于司马光来说 知国州就约等于被处分 而这个处分 司马光实在是太想要了 曲野和西地事件 所有受到牵连的官员 包括他的恩师庞吉在内 通通都受到了处分 唯独司马光明明是置身适中的 却被庞吉甩了出来 没有受到任何处分 反而升官 所以司马光在感情上 一直是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他想如果他能够知国州的话 那么就等于他背了一个处分 而背了一个处分 就让他在道德上 在情感上 跟所有因为曲野和西地事件 受到牵连 受到处分的恩师同僚 站到了同一个地平线上 这是司马光想要的 这个我认为才是司马光 多次申请治国州的真正的理由 在自己不喜欢不擅长的领域里 司马光把他身上的 另外一种素养发挥出来 这种素养让欧阳修大为赞赏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司马光之良知麒麟 司马光是由道德洁癖的 他不允许任何有为道德的事情 在他的身上发生 这种情节一直贯穿着 司马光的整个人生 因此在曲野和西地事件之后 司马光接连三次 请求将自己治罪 均无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他选择到国州 一个对他来说 可以缓解内心痛苦的地方 道德的谴责使得司马光 开始选择逃避 但是他能逃避得了吗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 打了三回 三回都被驳回了 朝廷都没有理他 这个时候司马光啊 四十刚过 可以说论学问 论胆识 论经验 论能力 各个方面都是出类达翠 而且这个人为人千和大度 举手投足之间 俨然已经有一种领袖的气派 已经出来了 那种气场已经出来 初步形成 像这样一个人 人宗皇帝 还有开封的老一辈的政治家 其实都是寄予了很厚的希望的 这样一个人 是要放在开封 要放在更加重要的岗位上 着力培养的 谁又肯放他去国州 那种闲散的地方 所以虽然司马光 主动要求去国州 但是朝廷还是坚持 把他留在了开封 而且给他安排的岗位 越来越重要 首先呢 司马光被调到了开封府 那么然后在开封府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司马光又被调到了三司 也就是宋朝的财政部工作 这两个岗位 都是当时非常重要的岗位 但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 很有意思的就是 朝廷给司马光安排的 这两项拆检 就这两个工作呢 恰好都是司马光的短板 不是他擅长的 司马光擅长什么呢 司马光其实非常擅长 挑问题提意见 比如说劝谏皇帝 监督宰相 批评朝政 这个是司马光的长相 在此之前我们已经多次提到 他是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他有一整套非常出色的 说服别人的方法 那是司马光的长处 那么司马光的短板是什么呢 他自己其实很多次在多个不同的场合都表达过 说自己是禀赋于暗 不嫌利事 临反处据时非所长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他说他自己很笨 这个人呢 非常不擅长 也不喜欢处理那些繁杂而具体的公文证物 这是司马光的短板 但是呢 开封府跟财政部 三司 这两个地方的工作 恰恰都是以公务繁忙而主称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司马光得有多不适应 司马光在开封府担任的是推官 推官是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知道当时开封府有一个知府 这个大家都知道 开封府的最高长官 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北京市的市长 首都市的市长 开封知府底下有 首先是两个判官 接下来就是两个推官 判官和推官都是开封知府的助手 像司马光做这个推官 他分管的工作是什么呢 刚好是开封工作最重头的工作 什么呢 就是司法 司马光做的这个开封府的推官呢 主要的工作就是提审犯人 复合刑事案件 这种跟犯人跟罪恶打交道的工作 司马光其实是非常的不情愿 不愿意做的 如果论本心的话 司马光最愿意干的是什么呢 是读书 是做学问 读案卷跟读书 都是阅读 但是这两种阅读的 至少说他留给司马光的感觉 是很不一样的 用司马光自己的诗来说 叫做一种劳精神 胸中易幽写 就说同样都是费神劳力 但是这感觉却实在是太不一样了 司马光觉得人生无苦乐 是一极为美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工作好不好 生活好不好 最重要的是看可不可自己的心 辅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如果不符合心意 他再重要 他再有钱 再奢侈 太豪华 那么也是不美的 开封府推官这个工作 在当时呢 是很多人都盼望得到 都羡慕的一个美差事 因为这个差事再往上走 那就越走越高 可以走到很高的 像宰箱啊 那种地方去了 但是呢 司马光却一点都不觉得美 因为这个工作不是他的意 司马光的个人喜好 跟朝廷的安排 可以说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 这样的冲突 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 大概每个人都会遇到 那么关键呢 是你如何对待 司马光又是怎样对待 自己不喜欢的 跟自己的本性相冲突的工作的呢 司马光可以说是投入了全副的精力 他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都在忙 天天都在忙 忙到什么呢 忙到没有功夫上街 没有功夫休息 朝训玉中求 木醒岸前闻 就是上午在提审犯人 那么到了下午呢 就调阅卷宗 要看 好不容易下班回家了呢 已经都是傍晚了 日末宣窗昏 原枕未及旧 扑面愁飞蚊 头还没有躺在枕头上呢 那个蚊子嗡嗡的就飞过来了 让人心里头感觉非常的愁闷 反正也睡不着了 怎么办呢 就起来 起来干嘛呢 起来读法律的书 司马光希望自己尽快的熟悉这趟业务 熟悉那些法律条文 宋朝的法律条文是非常的繁复的 司马光有一张藤床 放在北窗之下 这个藤床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凉块 它就是用来纳凉的 可是司马光呢 就一直从夏天 从春天到夏天 一直快到秋天了 都没能在那个藤床上躺上一躺 就忙到这个份上 为什么这么忙 其实他也可以不这么忙 为什么司马光要逼迫着自己 尽快的去熟悉这一摊 因为他所谓旷关珠感辞从事情 就怕的就是荒废耽误了公务 所以不敢闲事多 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 可以不喜欢但是不能不努力 能选择的时候 当然选择自己喜欢的 不能选择的时候 就要把分派给自己的工作做好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他是北宋的第二位皇帝 他的即位完全打破了历史上 第一章子继承制的原则 是历史上少有的兄中弟籍 这样一个不太和无常语的即位 备受后世一论 一个个质疑的声音 都投向一个原名叫赵匡义 后来改名叫赵炯的皇帝宣伤 百家奖坛推出系列节目 王立群读宋史之宋太宗 对于自己不擅长 不熟悉 不喜欢的司法领域 司马光投入了全部精力 一天到晚不停的忙 忙到没工夫休息 但司马光仍然把他做得很好 这就是司马光秉持的工作态度 不喜欢但要努力 就是在这个岗位上 司马光赢得了一个人的大力赞赏 此人就是欧阳修 半年多的共识 司马光给欧阳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后来促成的欧阳修 对他的一个重要推荐 我们今天对于欧阳修的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他是一个大才子 大文豪 我们今天了解欧阳修 就是在 首先就是在中学语文课本里边 然后呢 就是在唐宋八大家的序列里边 总之欧阳修在我们今天的认识范围当中 他是一个文学史序列当中的人物 他是一个文学人物 但是如果你觉得这就是宋朝人欧阳修的真实的状态 那我觉得不好意思 你确实就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首先是一位官员 然后是一位官员 归根结底还是一个官员 其实不只是欧阳修 所有那些我们今天在文学史 史学史科技史当中分门别类讲述的人物 比如说史学史我们讲司马光 比如说文学史我们讲苏氏欧阳修 比如说科技史我们会讲到 沈阔与孟希比谈 所有这些我们今天是把它分了类 在不同的地方安置 在不同的地方讲述的这些宋代的 或者普及到整个古代的这些历史人物 其实在当时在本质上 他们都首先是官员 这些人首先是政治人物 他们在文学史学 还有科技方面的造诣 其实都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 当然我们这样说 并不否认欧阳修在文学上的成就 在当时欧阳修也是一个公认的文坛领袖 可是这位文坛领袖最关注的 不是文学而是正事 欧阳修在开封府 就当时很多的读书人都慕名来拜访他 欧阳修这个人呢 又非常好事乐于引药后辈 但是他接见这些后辈跟这些后辈交谈 所语言未尝及文章 为谈历史 他跟大家聊天的时候 从来不提怎么样写文章 只是在说如何从政 怎么样做官 怎么样办事 为什么欧阳修不谈文章 只谈历史 就是因为他觉得历史更重要 他觉得历史 文章这个东西跟别人关系不大 跟你自己关系比较大 但是跟别人关系不大 欧阳修觉得只有政府的决策 跟官员的行为 他是关系到每一个老百姓的福祉的 所以欧阳修认为 拥有行政权利的人必须审慎 遇事不敢忽也 这是欧阳修的从政理念 欧阳修当开封之府的时间很短 其实只有半年多 包括我们天天在京戏里唱的那个包青天 就是我们今天谈到包青天的时候 都把他当一个开封之府来对待 好像他就一直在做着那个开封之府 其实他做开封之府的时间也非常短 宋常内官员换的琴 欧阳修做开封之府只做了半年多 他跟司马光在开封共事呢 也只有这半年多 但就是这半年多 司马光的那种严谨的 用功的工作态度 就给欧阳修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所以后来欧阳修曾经给过司马光 一个非常重要的推荐 这是司马光在开封府工作的情况 离开开封府之后呢 司马光又调到了三司 担任判渡之勾院 其实就是宋朝中央财政部当中 专门负责审计的部门 跟开封府的推官相比 其实这个职务的工作量更大 要处理的公文也更复杂 更专业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不擅长林凡储具的司马光来说 这是一个更加严峻的挑战 司马光究竟干得怎么样呢 其实他的传记里边并没有具体说 但是我想他肯定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他的任务 至少他当时的顶头上司 以作风硬朗性格耿直 有话从来不憋着著称的包拯 对司马光没有说出别的来 不过我们可以想象 司马光在三司工作肯定也跟他在开封府一样 是一天忙到晚 不停的学 不停的用功 不断的进步的 在这个意义上 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 就是大宋朝廷 把一个完全不擅长历史 林凡储具非所长的司马光 放到这些 以事物繁忙著称的重要岗位上去 也未始不是一个 专门给他的一个锻炼 一个进步的机会 司马光建设性的 向宋仁宗分析日食的问题 不但皇帝接受了 还改变了以后的做法 敬请关注百家讲谈戏的节目 司马光指日食事件 赵东梅老师认为 司马光在处理繁忙的事物中 已经慢慢走出 区域和西地事件的影响 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 司马光开始对朝政发生了 这个发生不仅反映出 司马光成熟的政治素养 还体现出宋朝学者 特有的理性精神 这件事比较有意思 就是在1058年的6月的时候 交纸国 也就是现在在越南的一个小国 向宋朝呢 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 这动物长什么样呢 就是说模样呢 有点像水牛 可是身上又好像披着鳞甲 鼻子头上长着一只脚 这种动物吃的东西呢 很简单 它就专门吃草 还吃些瓜果 但是呢 每次吃的时候 都得饲养员拿一棍敲它 它才肯吃 这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刚才我说的 就是宋朝的史料当中记载的 那动物长什么样 吃什么 这是史料当中记载的 这动物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动物啊 今天我们去过 动物园的小朋友 肯定都能猜出来 这东西呢 应该就是犀牛 但是宋朝人没见过这个东西 他们不知道 这东西是犀牛 那么交纸国来进贡 的人说这是什么呢 交纸国来进贡 的史臣说呀 说这个就是你们 华夏文献当中 记载的那种 祥瑞的动物 麒麟 如果是麒麟 那还得了吗 麒麟是什么 麒麟可是跟凤凰 一个级别的祥瑞 那是上天降服的 一个重要的标志 传说中 孔子在整理鲁国的国史 春秋的时候呢 就整理到鲁埃公的 十四年的时候 看到鲁埃公 西寿霍林 这种吉祥的动物 竟然变成了 人类的猎物 所以就觉得 王道真的不行了 于是欺然戈壁 西寿霍林呢 也就成了 春秋经的绝壁 麒麟就是这么一种 高贵的吉祥的标志 著名的祥瑞 跟凤凰一个级别 那现在 竟然有遗迪 不远万里的 跑到大宋来 进贡麒麟 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 有多少文章可以做 而且有多少意义 可以产发 这是大家可以想象的 但是 且慢 那个动物究竟 是不是麒麟呢 这是要弄清楚的 有一个在广州的 外国商人 外国人 他见过 他说那个东西 不是麒麟 那个东西是水溪 也就是犀牛 在广东的南雄州 也就是现在的广东南雄 还有江西的钱州 这两个地方 也有官员 对这两只动物的身份 表示了怀疑 并且呢 把他们的怀疑 报告了中央 甭管是不是吧 反正这俩货 是交纸国 当作麒麟来进贡 的 麒麟县市 那个动静是很大的 于是这两只巨大的麒麟 从六月份 进入了宋朝境内 在沿路官民人等的 嘖嘖赞叹 窃窃私语声中 到了八月 终于到了开封了 八月二十五号 宋仁宗在开封皇宫的 崇正殿 召开麒麟大会 邀请在京的重要官员 来欣赏 交纸国 进贡的这两头 麒麟 要加一个引号 巨兽 那么司马光呢 也有幸与会 他看到了那两只 关在笼子里边的 大型食草动物 司马光呢 经过思考之后 对这两只麒麟的身份 就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他觉得第一 古书上的关于麒麟 是只有蚊子 没有图片的 所以真正的那个麒麟 长什么样 其实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无 我们既然不知道 麒麟长什么样 那么眼前这两只动物 是不是麒麟 我们也无法判断 这是第一点 司马光还有一个 质疑是什么 就是针对这两只 笼子里的怪兽的 麒麟按照中国 华夏的传统 麒麟应当是瑞兽 那么如果宋朝的统治 真的做到了天下太平 上天要将麒麟 来对宋朝的统治 表示嘉奖的话 那么这个麒麟 不应当出现在外国 应当直接降落在 宋朝的土地上 而不是让交址国 从那么老远的荒蛮之地 装在笼子里边 用船给运过来 因为这两点 司马光觉得 这应该不是麒麟 就像这样一种推理的精神 这是宋朝学者所特有的 跟前代相比 宋朝学者所特有的 理性的精神 他们读古书 他们面对周围 世界当中的新知识 有一种类似于 我们今天所说的 科学的态度 理性的态度 他们在思考 司马光觉得这麒麟呢 有可能是假的 如果它是假的的话 那么宋朝方面 就不能承认它是麒麟 不能让交址人 看了宋朝的笑话 所以司马光觉得 必须劝说人宗 对这两头食草动物的身份 采取审慎的态度 不能承认 他们就是麒麟 那么该怎样劝说皇帝 该怎样处理这两头食草动物 才能够既保全大国的体面 又维护人宗的心情呢 这是需要技巧的 假定我们换了是包拯同学的话 就以包公的脾气 那上来肯定就是劈头盖脸的 就把进贡的人先骂一通 然后捎带脚的 没准就仁宗也会被他的画风 被他的掌风打到 伤到 那么司马光会怎么说呢 司马光显然比包拯 更懂得怎么样说服皇帝 麒麟大会是在8月25号召开的 那么到了8月27号 司马光就写了一篇副 叫做胶纸献奇寿妇妇 这篇妇可以说是太有意思了 他在干嘛呢 他在歌颂人宗皇帝 没错 就是在歌颂人宗皇帝 为什么要歌颂呢 你往下听 这篇文章呢 读起来非常有意思 它就像是一个独物话剧 这个主角当然就是人宗皇帝 配角呢 就是那两只胶纸进贡的 加了引号的麒麟 除此之外呢 还有一班衣冠楚楚的宰相大臣 首先大家想象一下 就是大幕拉开 胶纸的使臣带着麒麟上场 然后群臣欢呼 颂扬皇帝圣德感动上天 竟然使胶纸不远万里进贡麒麟 就在群臣的欢呼声中 这个话剧的主角 人宗皇帝款款款上场 人宗上场的时候 大家都很惊讶 因为他的表情非常的肃穆 甚至看起来有些愁苦 群臣都很惊讶 人宗皇帝为何有如此的表情 在群臣惊讶的目光当中 皇帝开口了 他说当今虽然天下太平 但是领土面积远不及汉唐 国家虽然富裕 但是跟尧顺时代比起来 那还差得太远了 皇帝说我们当今的社会矛盾重重 老百姓怨声载道 我怎敢忘记这些安享外国的贡献 这两头外国的野兽 得到他们不会增加我的德行 放走他们也不会减损我的德行 与其在他们的身上花钱 还不如把这些钱用来营养贤人 诸位爱卿 你们觉得如何 这是皇帝的台词 人宗皇帝的这番表白呢 居安思维高瞻援主 而且铿锵有力 于是就激起了群臣的崇拜之情 群臣跪倒 表示心悦成福 愿意帮助皇帝成就圣德 接下来 这是结尾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舞蹈演员上场 用类似皮影的方式 来表现出 人宗皇帝昭贤纳士 心力除弊的过程 以及风桥雨顺 五谷风登 百姓安居乐业的繁荣景象 最后话外音响起来了 唱出来这幕话剧的主题 就是那外国的普通动物 热带地方的怪兽 它的皮我们不能用来做车甲 它的肉我们也不能做祭品 我们凭什么为他们耗费国家的资财 凭什么用他们来污染 我们的皇家动物园呢 司马光的确是这么写的 不信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 只不过司马光写的时候 没有注明说这是一个独木话剧 但是你认真读下来 它就是这么一台独木话剧 主要人物 人宗皇帝 形象突出而丰满 爱百姓 爱国家 不目虚荣 这就是这部话剧所表达的主题 我们不爱外国来的异兽 我们的皇帝更加爱美德 我们的皇帝更加爱百姓 但是大家想想 当司马光写下这一切的时候 这是真的吗 显然司马光这么写的时候 这还不是真的 其实人宗呢 这个时候正在犹豫 到底要不要承认 那两只食草动物就是麒麟 要不要接受交纸人的恭维 但是大家想想 当司马光把这篇副捧到人宗的面前的时候 当人宗细细的读过这篇歌功颂德的文章的时候 他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司马光的劝说呢 他有什么理由不去做一个万民称颂的好皇帝呢 司马光这文章呢是8月27写的 到了9月初三 他把这个文章呢就献给了人宗 除此之外呢 司马光还附了一篇表 他向人宗建议要把这个加了引号的可疑的麒麟 还给交纸人 从哪里来的 还要回到哪里去 并且要用实际行动 告诉交纸人 我们宋朝不稀罕这样的祥瑞 这两头犀牛 好不容易大老远的来了 是不是退了 史料当中没有记载 但是呢 仁宗在给交纸的这个答复的诏书当中 的确没有用到麒麟这两个字 仁宗呢 其实是一个对自己的儒学修养 非常有信心的皇帝 他愿意做一个好皇帝 而司马光所描述的那个忧国忧民的皇帝的形象 其实正符合了仁宗在心里边对自己的期许 司马光那个文章呢 其实就像是一篇预告 他告诉皇帝说 如果你拒绝了这两头怪兽的话 那么你就会是一个万民景仰的好皇帝 这是拍马屁吗 当然不是拍马屁 这是正面引导 是寻寻善诱 其实对皇帝 有时候也需要像我们对待 我们对待小孩子一样 要更多的正面引导 要让他看到好的行为会带来正面的效果 要激发他的荣誉感 这样皇帝才能乐于接受 这就是司马光的说服的艺术 交纸麒麟事件 是司马光从河东回到开封之后 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 这一次发声让开封的上层看到了一个非常成熟稳重的批评者 一个讲究方法 讲究技巧 能够让皇帝听得进去的批评者 而这个批评者正是当时所需要的 但是仅仅能够让皇帝听得进去 作为一个批评者还是不够的 一个真正好的批评者 还必须是能讲道理 守原则的 这样的素质 不久之后 在1061年所发生的日食事件当中 那么司马光也有机会向开封政坛做了一次非常明确的证明 那么日食事件的详情如何 司马光又是怎样证明他自己的 我们下期再见